大家好 这挖坑又来填坑的三喵 又来持猫上岗了 之前我挖的一个坑上 有朋友说 Chris John 说三喵 你来讲一讲这个罗马的皇帝和中国的皇帝区别 其实啊 这个区别还挺大的 而且这不仅是罗马皇帝和中国皇帝的区别 这是西方世界 他的皇帝 跟这个东方世界 他的皇帝 这样的区别 那么今儿啊 我就来粗浅的讲一讲 以学渣之见 抛砖引玉啊 首先这个罗马公愿的第一位皇帝是谁呢 乌大卫奥古斯多啊 那个他的这个养父凯撒 被人刺杀了以后啊 那么他自己先是击败了刺杀凯撒的那些凶手们 然后又击败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安东尼 最后呢 拿到了罗马帝国统治的大权 但是这有一个问题 罗马世界的第一人 你看之前凯撒是什么下场 再往前 那个马略和这个苏拉又是什么样的下场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罗马世界的权力 牢牢的跟暴力是绑定在一起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这种暴力只能压死别人 不能让大家信服 那么贵族始终 比如凯撒 贵族始终对凯撒是有不满的 你凯撒 你担任这种独裁官 你凭什么 你甚至还想终身独裁官 那我们好吧 就反了吧 就把凯撒给干掉 所以乌纳尔很聪明 你退为进 我不要独裁官了 对不对 然后我呢 我自己去当一个所谓的奥古斯都 这个奥古斯都是怎么回事来的 首先他有两方面的 第一个军事上面的东西 imperative 这个字你看 如果拉丁语的这个字 像不像这个英语里面皇帝 imperial 就是这个 他本身的意思是什么 大将军 当时罗马那么多的行省 当时罗马那么多的行省 那个乌大为说了 这个内陆的这些行省 已经发展的很繁荣 很富裕了 这些行省 元老院 你们 这些元老们 你们想在哪个行省 当总督 你们来挑 我作为一个不想跟你们争权夺利的人 我跑到边疆去带军队 然后我们知道边疆的这些行省 你要长期跟一些这种部落或者敌对势力去作战 经济非常非常的苦 对吧 别人不愿意去领这个 那我乌大为去领了 当然他通过这种手段 控制的军权 也让元老院的人满意了 而他自己成了罗马的大将军 实际上掌控了军队 这个要来源的一个方面 但是注意啊 这个军队是对外的 绝对不是对内的啊 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就是在元老院发言的时候 那么我既然是罗马第一人 我是第一个发言的 我是什么呢 第一公民 这个叫元首啊 那个你看元首这个词 后来有些人也在用啊 像比如说那位小胡子奥地利人啊 也在用啊 这个罗马帝国第一人 元首 这就是我获得民事上 我的这种发言权 民事和军事上 都有这样的权利之后呢 那么吴大为说 你们把我策封成一个神吧 奥古斯都 这个神呢 吴大为死了以后 他的继任者 那也是奥古斯都 但是这个继任者是有要求的 你必须让军队扶你 你必须让这个元老院扶你 你们不要忘了 这个啊 这个所谓的皇帝 其实就是大将军 加元首等于皇帝 在罗马那个时候 那你大将军 军队给扶你 你的继承人必须得在军事上 干出一系列 让人能够接受的这种战功来 所以我们看罗马前期的那些皇帝 什么一个一个都亲自上战场啊 不上战场不行啊 你不上战场 人家军队不服你啊 对不对 而且你又要摆平元老院的贵族 罗马的这些皇帝们 是根本没有办法 去把元老院给彻底干掉的 就像那个朱元璋 直接把宰相给干掉 这是做不到这样的一些事情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你既要摆平军队 又要摆平元老院 也就是说你是大将军加元首 这个时候你才是皇帝 所以你看那个吴大为的继承者提比略 他就是在军队里干了一些时候 然后又让元老院能服气 他才能继皇帝的大为 当然到了后来这个罗马的皇帝啊 他的权势越来越大 但是在此时 罗马出现了这样一个东西 叫基督教会 基督教会 这个是从军事坦丁大帝那个时候开始的 那么军事坦丁大帝说 这个基督教是罗马帝国的国教 我们罗马帝国负责保护这样的教会 那么当然后来我们说罗马帝国衰落了啊 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就灭亡掉了 东罗马帝国平安在拜占庭 那东罗马帝国的皇帝是东罗马教会的保护者 而西罗马帝国这个教会 那谁来保护呢 好 谁能保护这个教会 过去这个教会是罗马皇帝来保护 那么现在谁能保护这个教会的 谁就是皇帝 那么所以啊 在后来日尔曼部落纷争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日尔曼的那些头领 纷纷啊 我们知道日尔曼跟罗马是打了好多好多年的仗 但是他们也仰慕罗马 后来他们也归于基督教 我愿意保护基督教 所以这些日尔曼的这些首领 他们获得了一个称号叫什么呢 他们自己说的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也就是说他们只能是保护天主教的教会 顺便说一句 东边的这边是天主教 就是西边的这个是天主教 东边的这个后来变成了东正教 我们是保护天主教会的 那么我们理所当然是皇帝 当然你还必须赶出军功 也就是说这个西方的这个皇帝啊 你是要有条件的 而且这个条件啊 是客观条件 不是主观条件 第一军功 你这也是客观条件 第二点 你必须得拿得出来 就是你能够保护这个天主教会这样的一个意愿来 你才能够当皇帝 不然的话 你只能是国王 对吧 所以你看那个英国那个维 那个那个什么 伊丽莎白一世 那只能叫女王 他不能叫女皇 对不对 那当然了 东正教这边 公元1453年 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啊 那么东罗马的皇帝也就没有了 他不能保护东正教的教会 那东正教的教会就迁到了莫斯科 当时莫斯科大公国说 我来保护你们东正教的教会 所以他们自称皇帝 注意看 他的皇帝叫沙皇 沙皇这个名字叫 什么意思啊 就是凯撒 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的时候 皇帝有两个称呼 正帝叫奥古斯 这个父帝叫凯撒 也就是说 这个沙皇他为什么可以叫皇帝 因为他是东正教会的保护者 他叫皇帝 所以说在西方啊 到了后来 你当皇帝 你必须得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你是哪个教会的保护者 对吧 你没有这个的话 你只能叫国王 当然也不是绝对的 你像那个维多利亚女王 你也可以管她叫维多利亚皇帝 为什么呢 因为她呢 这当时英国吞兵了印度 把印度的墨沃尔王朝给干掉了 那么印度墨沃尔王朝可是皇帝呢 对所以维多利亚他必须称英国女王兼印度皇帝 那也当皇帝吧 但是那老太太伊丽莎白二世就不能死成皇帝了 因为印度在1947年独立了 这也是讲的这个西方世界当中这样的一个皇帝 一开始是你在军事上立下战功 在民事上赢得贵族的拥戴 那么大将军加元首等于皇帝 到了后来你是教会的保护者 你才能有皇帝的资格 那么东方就尤其是中国 这就不一样了 法统天命之说 对不对 有的人称帝是不被大家所认可的 你比如说元树 元树称的皇帝有人认吗 皇朝好像也称帝了 为什么没有人认呢 因为中国搞了一套所谓的天命 天命这种东西 天下人心不归你 这种东西 你就称帝了也没有人认 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这话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这话的问题在于 这话就是错的 可能是得天下者得民心 对不对 他可能会搞善让 这种善让 传说中谣顺语的这种善让 已经没人见过了 第一个建于正史之中善让 谁搞的 王莽 王莽 他操纵了整个的西汉 末年的朝廷 你可以认为他是得天下 然后他假装自己得人心 搞了一套这种善让的仪式 什么入殿不屈 什么赞败不明 带剑上殿 上殿 然后加酒息 然后什么什么 就一路搞到后来 然后对吧 以便打造出一种天命在我 这样的一个事情 所以你看到没有 就是历代的这种凡是能够被正史承认的皇帝 很多绝大多数都是要么就是通过善让仪式 要么就是上一代的皇帝指定你下一代 你比如说康熙传位给雍正 那个是上一代 传位给下一代 那如果遇到王朝更替 那就是善让 你比如说 那个东汉末年汉县帝 善让给曹丕 那是不是也搞了一套 什么给曹操加酒息 什么什么入殿不屈 赞败不明 邪剑上殿 也搞了这么一套东西 曹魏证明天命在我 对不对 注意这个天命是一个可以随意被人打扮的小姑娘 如果有人说历史是一个可以被人随意打扮的小姑娘 所谓的天命何尝不是呢 对不对 那么到了后来 你再看 到没过多少年 司马氏是不是又把这事情再玩了一遍啊 然后到了后来 宋齐良辰 哪个不是通过善让上去的 对不对 那么到了北朝 这个比如说北周 北齐啊 北周是不是也善让给了隋呢 对不对 注意看隋阳帝死了以后 那隋朝立的那个小皇帝 是不是到最后善让给了李渊呢 唐朝是不是善让给了朱温呢 然后良唐进汉州 这样一路下来 就天命 你是可以自己去打扮的 那所以 为什么没有人去认为皇朝是皇帝 或者元术是皇帝 因为善让有一个前提 就是他必须前代的皇帝 前代的皇帝 他不能搞这个东西 这个词叫阿利败 那就是不在场 前代皇帝不在场的情况下 你不能说他就善让给我了 所以你看汉宪帝善让给曹丕 他是汉宪帝必须在场的 对不对 你皇朝你想称皇帝 谁在场啊 唐朝皇帝在场 他创国一曲捧给你了吗 没有 所以你是不能够是这样 当然也有一些特殊情况 前朝皇帝已经死了 那这个时候收视天下乱局 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 但是总之 因为你这个西方的皇帝 他要遵循的很多的规律 是客观的 而中国这边很多的东西 就是你只要有power 你是可以随便解释的东西 所以中国这边皇帝 包括这些王朝更替 比这个西方要频繁的多 有人说不对啊 三庙你别骗我啊 这西方 这英国不是也有很多很多王朝吗 什么金雀花王朝 当然英国不是皇帝啊 什么金雀花王朝啊 什么玫瑰战争 我说人家那些王朝 包括什么都多王朝 斯托亚特王朝 人家那些王朝是因为 比如说哪个继承人啊 绝次了 我再从别的旁旨里面挑出来一个 你比如说这个都多王朝 到斯托亚特王朝 那不就是老处女 伊丽莎白伊士 他没有后代嘛 然后不得已找了一元亲 那你要这么说 那明朝也可以分成 从家境皇帝里面 是不是也可以叫安禄王朝 对不对 这不一样的 就是人家这种王朝更替 或者什么不太会有这种 就流血政变这种事情 也有 他是不像中国 就动不动 就是那个什么 千里无极名 白骨碧于野 你想想五代十国 那会儿 我那个天 后汉这个王朝 三年就没了 想想这是什么样可怕的下场 对吧 这个皇帝的概念啊 中国和西方有什么差别 我相信 讲的算是清楚了 抛砖引玉 大家有什么 希望在留言区里 有没有互动 谢谢大家